中文字幕志愿者 感动娱乐新世界 哈喽大家好我是明讲 说到屏东的东港呢 我们绝对不能错过的 就是东港的三宝 黑鱼 樱花虾以及鱿鱼子 在每年四月上旬 一直到七月初的时候 是屏东东港举办 屏东黑鱼文化观光季的重要日子哦 究竟东港的三宝有多好吃呢 而黑鱼文化观光季 也有多好玩呢 大家可千万不要错过 精彩的节目内容咯 走吧 东港位于屏东县中西部 东港西出海口 西南兵台湾海峡与小琉球相望 物美价廉的鲜美鱼货 也成为涛鹤榴莲的这一家去处哦 樱花虾 鱿鱼子 还有黑鱼鱼 是东港的三宝 也是民众来到东港一定不能错过的美味 而三宝当中的黑鱼鱼 是世界最大的伪类 主要分布区为太平洋 大西洋等地 东港市台湾黑鱼鱼主要不过地 鱼法则是以岩神钓为主 屏东东港也被称为黑鱼鱼的故乡 每年的屏东黑鱼鱼文化观光季 总是吸引着大批的观光人潮 黑鱼鱼文化观光季 也成为了全台湾极为出名 并且盛大的节庆活动 而每年的第一尾 也总是特别的引人注目 台湾各地的买家 也都会到场进行竞标哦 东港不破的黑鱼鱼属于北方黑鱼 是一种缠染回游的族群 每年的四月到六月之间 会回游到日本与菲律宾间的海域缠染 东港渔民在出海时 会携带水冰进行黑鱼鱼的保鲜 在捕捕黑鱼之后 并以碎冰塞满鱼度确保鲜度 并且立即赶回东港过棒拍卖 陈大哥你好 你好 陈大哥 我看今天啊 黑鱼鱼的数量比较多耶 对对今天将近二十尾 那我想知道啊 我们要挑选一只好的黑鱼鱼 品质优的黑鱼鱼 我们要怎么去判断 当抓紧的真的要捉猴的 最重要就是看人家那个尾部 尾部 尾部从这边开始到这边 掉成那个深蓝色的 如果变成那个白色的话 像这种冰的颜色的话 它就死了 挑选黑鱼鱼最好的就是 将近大概200公分左右 哦它的强度 180至200公分左右 越矮越胖越严肯越好 我发现到就是 有些买家有没有 他们会在黑鱼鱼的那个腹部 就是轻轻的抚摸一下 对了 那有什么含义吗 它就是要检查那个腹部 它里面的那个厚度呀 这么厚耶 我要看裡面的顏色 看裡面的顏色越鮮紅越好 但我們一般吃黑鮪魚啊 什麼時候吃的時候季節最好吃 季節差不多母親節前後十天 那個時候是那個黑鮪正紅燒的時候 好像水火正紅燒的時候越甜越好吃 黑鮪魚在解剖時也是馬虎不得的 切的部位 刀法 速度都會影響魚肉的品質 黑鮪魚要切有它的紋路 就像這樣子有沒有 它的那個骨頭跟肉是完全分離的 對啊 要對準那個紋路下去 那個骨肉才會分離 很快黑鮪魚這個鮪魚是最精華的 因為前面這一塊比較寬 這裡頭子特別厚 這個就是上鮪 中間這一部分就是中鮪 最下面的就是下鋪 這一塊是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顏色比較淺的這個地方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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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粉紅色 它的油度現在已經四十了 對 再經過冷藏的時候 就變成如此了 這一塊就是要只吃 是四十那裡最大的 這有的超級的 超級黑鮪 這一隻是超級黑鮪 黑鮪魚 俗稱Oangton 瞬間油速可是高達時速一百六十公里 也因為它在海中大量運動的原因 讓黑鮪魚的肉質鮮美 口味也是十分獨特的哦 想知道黑鮪魚要怎麼吃 才能夠吃出美味嗎 妳好 蕭大哥妳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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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桌上這些都是黑鮪魚的料理嘛 那我們知道黑鮪魚 它是生魚片中的極品 嗯 那蕭大哥要不要幫我們介紹一下 黑鮪魚它有哪些部位 喔 黑鮪魚哦 這個是刺身Akami Akami 鮮紅 這個是皮油 皮油 皮油的部分 這個是它的下腹 因為它是部位有分三等 下腹 中腹 上腹 哦 我知道 蕭大哥 這個算是極品吧 對對對 對 我們之前就是在切的時候有介紹到的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判斷 誒 這樣子的那個生魚片是新鮮 魚的新鮮度跟它的亮度 像今天它看起來 我們的視覺一看就知道 這個東西感覺就很有胃口了 一看就有胃口 如果比較黑的 那新鮮度就不夠了 哦 所以其實黑鮪魚不是要真的顏色黑 欸 對對對對 好 那廢話不多說我們現在就馬上來品嘗看看囉 對對對 那你品嘗就是從這邊 哦 這個 這邊為什麼要先從這邊開始 這是背肉 背部的肉 背部的肉 沒有 只要先吃啦 你如果從最上頂的這來吃 可能你吃到這一塊哦 你就感覺不好吃啦 哇沙米要不要加很多 不用沾很多啦 因為新鮮 要品嘗新鮮的盡量 那個醬油啦 還是哇沙米 也不要沾太多啦 好像果凍哦 果凍哦 吃起來QQ嫩嫩的 哦 對啊 新鮮啦新鮮啦 下部的顏色就比剛剛那個 背部的肉顏色就是比較輕 就我開始可以感受到那個油脂 慢慢的就是 融化掉 對 那接下來呢 我就要去品嘗這個 生魚片中的集體 叫做Otoro Otoro 對 前腹的部分 而且我覺得它顏色好漂亮哦 看起來也像那個松板牛啦 好像冰淇淋哦 冰淇淋哦 對啊 而且真的很 就是入口即化有沒有 對 那它的油煮會散發出來 那個肉片有沒有 然後那個吃的那個肉塊 然後潤到喉嚨裡面 它會回甘耶 對 而且好香 它那個香氣 整個在米響的嘴巴裡面 這樣飄出來 對 好香哦 好吃 讚 真的很好吃 黑鮪魚全身從頭到尾 都能夠拿來做料理 下次來到東港 吃完了美味的生魚片之後 也千萬不要忘記 其他的黑鮪魚料理哦 屏東黑鮪魚文化季的期間 除了黑鮪魚 還有一箱美味 是你來到東港 一定不能錯過的 就是櫻花蝦 現在呢在米響身後 這一艘啊 是專門在捕撈櫻花蝦的船哦 哈囉 船長你好 好 哇 船長 嗯 他們這些漁工啊 是在做什麼啊 那個 剪那個 早 早起來 我看到那一團紅紅的 是不是就是櫻花蝦 對 所以他們現在就 就是在做挑選的動作嗎 挑選 挑選 可是我很好奇啊 櫻花蝦這麼小耶 那你們都是怎麼捕獲的 我們在我們那個網啊 那可以帶我上船去看一下嗎 可以可以 伯伯 我看這個網子很厚耶 裡面到底有什麼機關 可以捕到櫻花蝦 最重要的就是在裡面 嗯 那分了四層嘛 這個網目比較大對不對 比較大 比較大的魚 嗯 這個 這一層是櫻花蝦 櫻花蝦的 這一層是櫻花蝦的 這個 這個也是櫻花蝦 不要給它浪費掉 哦 用兩層 嗯 假如你用一層啊 有一些些會跑過來 嗯 再加一層就不會啦 哦 再不會浪費 那個 這一層是 燈籠雲 在海裡面啊 你看這麼多的雜魚 這麼多的雜蝦 那我們要怎麼樣才能夠在海底做最基本的一個分類 就是用靠這個網 對 為了放置櫻花蝦這項珍貴的漁業資源耗盡 在東港的漁民們成立了櫻花蝦產銷班 制定出自律公約 規定補貨的數量及時間 讓生態資源能夠有序經營 讓生態資源能夠有序經營 現在呢 米家已經來到了拍賣櫻花蝦的地方了 那在我旁邊的這一位呢 是櫻花蝦的達人 龔太太 妳好 龔太太 妳好 我是米家 龔太太 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庭東東港這邊啊 是如何來做櫻花蝦的拍賣 那個櫻花蝦拍賣 一般都是下午2點準時拍賣 除了是量比較少的時候 像今天因為天氣不好 所以量就比較少 那船隻上來的時候就照 船隻的那個先後順序 那標的時候就個人個人有個人的LOGO 你就讓你寫價錢一下去標 哪一個標到最高價錢的得主就是哪一位 龔太太 那米家啊 我待會可不可以就是一起下去 親身來體驗櫻花蝦的拍賣呢 沒有問題 等一下馬上就要拍賣了 我再一張紙給妳 那我寫 五千一可以嗎 好 試試看看吧 其實櫻花蝦的拍賣 需要有拍照的業者才能參加 而米家我只是體驗一下拍賣的過程啦 好 剛剛五千一又沒標到了 可奇怪 米家 過來 米家 標到了 米家 標到了 米家 標到了 哇 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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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還以為你去哪裡原來你標到了 這次我們是以五千六的價格的標了 對對對 好不容易啊 好開心喔 這個蝦還算很新鮮就很不錯 哇 這就是櫻花蝦 對 這個就是櫻花蝦 它顏色好漂亮喔 粉紅色粉粉嫩嫩的感覺 對 它是在深海的浮遊生物 因為它是不透陽光 它本身的身上 它每個身上有160個左右的花光器 它在深海裡面的話 看過來的話 你看它晚上在暗的時候說會花亮 所以我們早期我們東港人取到叫做花殼 花殼 對 因為是日本人 在深海裡面看到一堆浮遊化的花瓣 很像他們櫻花的花瓣 所以他們全部有櫻花蝦 對 就很像那個日本的Sakura 對 對 我們要從什麼地方可以去判定 這個蝦子的品質是好的 你這樣弄下去的話 第一個你可以看到它裡面有什麼雜蝦 你看 像這箱蝦子都沒有什麼雜蝦 它第一關就OK了 那第二個你這樣弄下去的話 它看它的肉質肉感 肉質感喔 如果摸起來比較飽滿感覺的話 這個蝦子的那個新鮮度啊 都OK的 櫻花蝦 櫻花蝦主要捕獲地為日本金剛線 宜蘭頭城以及台灣東港西出海口 營養價值高 可說是一種世界級的海中級品喔 東港加工業者也將櫻花蝦製作成多種產品 深受國內外人士的喜愛 董太太你可以告訴我們就是 我們一般市面上常吃到那些好吃的櫻花蝦 到底是怎麼製作而成的嗎 這櫻花蝦的製造過程是 我們把那邊乾燥的部分做好了以後 送到這邊來 我們再加一些糖啊鹽啊 先來調味料 再重新再攪拌一次 輕輕的 因為它的體殼那個殼很軟 所以比較小心翼翼的 完全用純手工的方式來做處理 哇 大家看一下 顏色就真的是 有沒有很晶瑩剔透啊 非常漂亮的顏色喔 你也看看 這是純外蝦的 純外蝦的櫻花蝦 哇 身體好軟喔 對 感覺這樣一捏就碎了耶 對 所以要很小心的 對啊 這樣做好了以後呢 我們再給它鋪上那個盤子 再進去烤 因為要注意到它的溫度 嗯 因為你如果溫度太高的話 它的 它火候太高 它的顏色會不漂亮 好 差不多10個小時 我們再裁出爐 對 這些就是用櫻花蝦可以做出來的成品 對 對 像市面上啊 有些賣櫻花蝦 我聽說好像是用假的櫻花蝦 是不是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辨別說 哪一個是真的櫻花蝦 哪一個是假的櫻花蝦 好 你看像桌子上這個 你看這個就是假的櫻花蝦 對 這個就是真的櫻花蝦 那你怎麼去分辨它呢 你給它看這樣子 它的真的櫻花蝦 它上面有凹陷的 就一節一節的凹陷的地方 而且會比較大一點 那假的櫻花蝦 它上面 上面的背上面全部都是平的 就是背部上面都是平的 對 那這個蝦是什麼蝦 這個叫做刺尾青 刺尾青 就叫蝦皮 對 蝦皮是白色 如果他們要做調味休閒食品 那必須要上一點顏色 看起來就跟櫻花蝦很相近了 可是我用肉眼看啊 根本看不出來 對 這個是加工過後的櫻花蝦 對 吃得到有天然的原味 嗯 酥酥脆脆的 對 而且嘴巴會一直發出那種 砍滋砍滋的那個聲音 對 東港三寶的櫻花蝦 果然名不虛傳 其實像我們一般 有嗑到這個地方來 這都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伴手禮 對 對 東港櫻花蝦營養價值很高 只有豐富的鈣 蛋白質等營養成分 並且還有許多不同的口味 時來到東港一定不能錯過的伴手禮喔 大家是不是在看比較手上拿的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到底鱿魚子和鱿魚子不一樣的地方在哪邊嗎 可以啊可以我幫你介紹 鱿魚子它本身的魚卵跟鱿魚子的魚卵完全是不一樣的 大小片就差很多了 鱿魚子它是整年的 鱿魚子它是回遊性的 一年游到我們台灣只有一次 就是十一月份到十二月份 那像這樣一片鱿魚子是怎麼做成的呢 欸我等一下要帶你過去我工廠那邊齁 我幫你介紹一下 好啊那現在我們就去看吧 鱿魚屬於代春科魚類 強制於熱帶及溫帶海洋 全連接殼補貨 而每一百尾的鱿魚 約有二十尾母的鱿魚 可以摘取魚卵製作成鱿魚子 這邊有手頭上有那個鱿魚 我來教你如何製作 來 第一步驟我們就是先把那個粗鹽嘛 放在桶子裡面 然後下去裹一裹 這樣子 下去裹一裹 先裹鹽 對 先裹鹽 對 然後這樣子 然後放在桶子裡面 這樣子 然後等它的時間到 那要等多久 嗯 它是機密 商業機密不能講 我們為什麼要裹鹽啊 如果沒有果鹽喔 它會腐爛掉 因為這個是天然的 完全都沒有添加任何防腐劑的 經過了一段精密時間的等待之後呢 那下我們該怎麼做 我示範給你看 這樣子 拿果洗掉 表皮上的鹽巴全部都把它洗掉 其實有部分的鹽巴就是已經 就是滲進去了 對對 已經滲進去了 然後下一個步驟就是 這個頭 這個地頭這一邊 一定要綁 要不然我們在壓的時候 它裡面的魚卵 它會全部都跑掉 就浪費掉了 然後我們就直接下去鋪賽 哇 這裡好多魷魚子喔 哇 欸 可是我發現啊 我們剛剛拿出來賽的這麼大 可是現在怎麼縮成這樣子啊 它不會縮 它是有分大小的魚卵 一樣是80多公斤的魚 它肚子裡面 剖出來的魚卵也大小也不一定 比較好吃的要選擇 就是要選這個厚度比較厚一點的 油魚子 就是上等貨 喔 真的啊 對 這算是上等貨 所以厚度越厚就代表 對對對 又有油脂 對 又有油脂 那算是極品 對對對 最好的圍質 那這樣整個曝曬的時間啊 大概要多久 小的比較快十來天 十多天 十多天左右 然後這個大的 特大的 最高紀錄是超過三個月以上 聽蔡大哥說 原來啊 東港的魷魚 是在印尼附近的海域捕獲 過去東港鮮明 發現了魷魚子的製作方式 並將獨特的製作方法流傳下來 目前全台灣也只有在東港 才吃得到魷魚子的美味喔 明顯來 這是我經過烘烤過的魷魚子 來特地請你吃 來試試看 所以我們一般在吃魷魚子的時候 必須要先經過烘烤 對對對 一定要先經過烘烤 味道就比較好吃一點 可是我發現 像我們之前在吃烏魚子的時候 我知道 蘿蔔跟蒜苗 它是主要可以拿來就是 去掉烏魚子本身的鹹度 對對對 那可是 這個是蘋果吧 對 這是蘋果 沒錯 算是新吃法嗎 我第一次聽過 對 算是新吃法 你可以嘗試看看 好 那我先來吃吃看好了 先咬一口 然後再 不同的風味 蘋果 蘋果 它本身有那個果香 對 果香 對 然後果香再加上 魷魚子啊 我們經過烘烤之後 經過製作出來之後 對 它魚香的那個味道 對 很濃密 對 你知道嗎 超搭 超搭 這整個味道超搭啦 對 沒有吃過東港三寶 等於沒有來過東港這個地方 對 對 所以米獎我大力推薦 來到東港呢 一定要來享受 黑鮪魚 還有櫻花蝦 還有魷魚子 讚 對 讚 屏東黑鮪魚文化觀光景 已經從2010年5月2日的街道燈飾點燈儀式 及彩接祈福嘉年華會揭開序幕喔 活動將會一直持續到7月4日 活動內容相當精彩 除了可以讓民眾體驗到屏東的美食之外 也可以順道闖遊屏東各個不同的觀光景點 享受一趟高品質文化產業觀光之旅 非常歡迎 再次來東港來參加 我們最著名的黑鮪季 大家都知道 我們東港有三寶 有黑鮪 櫻花蝦跟魷魚子 我們回去之後 要求交通部觀光局跟屏東縣政府 密切地合作 讓屏東的觀光一路往前走 今年來黑鮪魚捕獲的數量 有逐年下滑的趨勢 為了讓漁業永續發展 目前每一條黑鮪魚的身上 都必須掛上標籤 以統計黑鮪魚捕獲的相關情形 漁業署也積極規劃相關保育方案 包含限定捕獲量 時間 區域等措施 大家看一下 在比較後面的柴間嘉年華 是不是真的很熱鬧啊 屏東黑鮪魚的文化觀光技能 今年已經邁入了第十個年頭了 這邊不但有很多好吃好玩的 也舉辦了許多豐富又有趣的活動 歡迎大家一快來參與喔 伊蘭新世界 我們下周再見 拜拜 親家現在來到了朝園的永安魚港 有一種魚是連魚鱗都可以吃下肚的 這樣養殖的都是黃色的 都不是黑色的 這是什麼 這是香檳天然 這一片的寶雕 都標籤六七千年的歷史 寶蘿 寶蘿 阿燕蘿 他都是要吃 他就熟了 感谢观看